《高林王》这部戏里面 我饰演的是宇文庸 他其实在历史上面 是一个真实的一代霸主 他所在的环境 也让他学会了隐忍 因为如果他不隐忍的话 他可能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会被杀 东哥呢 其实他个人特质 跟宇文庸这角色 是蛮大的反差的 今天演的是每场戏 演的是31集第十尾 因为他本人非常的阳光 非常的健谈 开朗 是说可好 又爱心 又疼爱子女 顾佳 有钱 有志气 有霸气 我的原谅就是失败 全部给我退下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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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场戏就是说我是一个中国皇帝 被南陵王认出了身份以后 然后被拖到竞技场 竞技场他还不安排我跟他决斗 安排我跟一只老虎 我老远听到他们拖那条老虎 这样我都安排你别拖过来这边 他说不怕不怕 我说我怕 你别别过来 别别别别别别别 老虎有着沟通感情 马上有着沟通感情 没关系 沟通一下 老虎有着沟通感情 请说你是有要求那个要骑到虎背上 那个应该还是可以 然后跟老虎打滚一进到底 他说的效果应该还挺好 因为相信大家从来没有看过 真人跟真老虎